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 荣耀归给你 谢谢你 对我们的爱如此的残阔高深 天父你为了爱我们 把你的儿子主耶稣白白施下给我们 透过主耶稣愿意从荣耀的天上 来到这个罪恶 这个卑微的世界 来拯救我们 主耶稣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家 因主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因主耶稣受的刑罚 我们得到平安 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 是我们信靠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并且领受了 上帝你给我们设具的恩典 你也给我们那将来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盼望的恩典 你也给我们耶稣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并且我们信的人 也有圣灵的内住 同在 帮助带领保守我们 奔走这一条永恒的道路 感谢主 今天晚上我们聚集 我们为了要看见主 你怎么样在2月8号到23号 在亚斯波里大学神学院这个地方 赐下你自己那无条件的爱 透过圣灵厚厚教官下来 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亚斯波里大学的复兴 是一个世界级的复兴 是一个要影响全世界 要把复兴带到世界各地的角落 为了预备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愿你这个时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可以争执到你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分享 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彼此的鼓励 荣耀你的名字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同心感谢祷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 这个我用这个亚斯波里世界级的大复兴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世界级了 因为全世界级这个国家都飞来 这个Wilmore Kentucky这个小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影响是一个世界性的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知道 要明白 要去了解这个亚斯波里大学这个复兴 因为太震撼了 我有时候用一个词叫Nuclear Explosion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一个好像赫子武器 从天上降下来那种炸下来 我这一次到了马来西亚 在2月8号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有两个牧者 分别在2月8号的时候都感受到圣灵的一些震动 他不晓得是什么 后来他连接到原来是在亚斯波里大学爆发这个复兴 他感受到在他的聚会里面有圣灵特别的一种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再去问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们可能各地人都感受到 就好像一个赫子武器降下来 在空中台就已经引爆的时候 你就震撼的了 所以他是影响全世界的 所以这是我这次过去这六个月来 我到世界各地去走了 大概可能有整40个城市地方 那我看到圣灵大人的工作 那对全世界的影响 因为这个亚斯波里大学的复兴 他是他们称为叫做Epic Center 接下来的复兴就好像武汉这样的Covid 全世界都中Covid 从哪里来 从武汉 因为武汉传出来的 所以全世界各地的复兴从哪里传来的 是从亚斯波里大学传来的 这个大家你要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他不明白 我已经大声祭呼 一直要告诉全世界基督徒 神的灵已经在这里 正在工作的时候 神已经在我们中间 神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 他已经这么大能的张神 不是一天不是两天 不是一个礼拜 是两个多礼拜 不是每天只有两个小时 是24-7 我连续的16天 我在那里21天 我经历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无法用原语来形容 当时看到的东西 你非常用震撼加 震撼在加几十倍 那种感受 所以对全世界的影响 我们过去半年来 已经非常辛苦 到世界各地去 把这个复兴的火 带到不同的地方 那感谢主 我在2019年到2020年 一共四年 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我在这四年里面 上帝给我传讲启示录 一节一节讲 讲了250堂 那我想这个记录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讲过 我不晓得 不过因为我知道 大家对启示录都很害怕 上帝怜悯我 在那四年里面 我竟然不在参考书的帮助之下 谦卑地祷告 莫想领受 领受这个信息 后来发现原来启示录是这么容易读的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 所以圣灵就给我看到 这个整个启示录的导航 整个启示录这22章 怎么样在末期的教会 怎么样成为导航 因为导航很重要 我们要从一章一章去看 导航就告诉我们 我们有导航 我们就有信心走前面的道路 没有导航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要往哪里去 所以其实早在2000年前 主耶稣就已经给他所爱的门徒 这个约翰 已经给我末期教会 这个的导航来的 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间 给你们看 神怎么样引导我 很多东西 其实我要讲这个亚斯波里 这个大学的复兴的时候 很多东西讲 我现在我就简单把我的焦点放在 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来看 我给你看为什么 这个第四章很重要 我现在给你一个大蓝图 这个就是启示录 是现今教会的导航 是给全世界教会 导航大家一起走在一起 耶稣要召集 全世界有四万个宗派 其实就是一个身体来的 全世界一共有四万个宗派 耶稣要把这四万个宗派连线起来 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如果你看清楚的话 在那里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金灯台中间 耶稣向当时的约翰讲的时候 他说约翰听到 有一个好像吹号的声音 犹太人有七个节旗 吹号的时候 刚刚过这个九月十六号 是他们的新年 他们叫做Rosh Hashanah 就是号角节 七个节旗里面 只有一个号角节 只有吹号角的 所以耶稣神给我的看见 给我的感动 给我清楚的看到 2019年九月二十九号 2019年九月二十九号 那一天呢 是Rosh Hashanah 也是犹太人的新年 2019年九月二十九号 也是星期日 所以在主日 约翰讲在主日 他听到这个有这个好像吹号 耶稣自己 他没有用号角 但是耶稣的声音 好像号角这样吹响 然后呢 耶稣手里拿出这个气星 这个气星呢 其实代表所有的天使 因为在进入莫西的属灵征战 最后在这段日子呢 所有的天使都加入 所以九月二十九号 是每一年 这个多数是天主教 这以前的教会 到第一世纪的时候 他们用九月二十九号 就是九月二十九号 就是天使节 叫做 Saint Michael 就是这个 米迦勒 他们要纪念天使的工作 所以有天使节 这个我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个第一章里面 你看耶稣已经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所以这个九月二十九号 这个第一章已经应用了 因为很重要嘛 我在围这个启示录 来准备来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我看见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 我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在那里说 念这书上预言 听见又遵守的有福了 因为日期近了 听见这个 遵守这些的预言 我当时我想不通 怎么去遵守预言呢 这些预言怎样遵守 你就要遵守大使命 你就要遵守大诫命 你就要遵守彼此相爱 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马上施行 预言是怎么样遵守呢 后来上帝就给我看见到 对号入座 原来这些的预言 耶和领受了两千年 要在我们这个时代 当我在读的时候 我就问主耶稣 那你给我看到 这个启示录是导航 那导航一定有一个起点 然后一个终点 如果有起点 没有终点 这个导航不能走的 那如果有终点 没有那个起点 那个导航也不能动的 后来主耶稣就给我看到 在9月29号2019年 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就应援了 那接下去就是到第二第三章 第二第三章呢 我们看到 耶稣透过这个疫情 2020年到2022年 三年的疫情 洁净世界各地的教会 所以很多教会被洁净 很多人数开始减少 那不用担心 因为好多闲杂人在教会 很多教会 多数有听到的 三分一的人 在这个疫情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了 所以他们去到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 他在主耶稣正在做捷径 他的教会 七间教会 第二第三章代表全世界教会 那同样的就在2020年到2022年 三年里面也就是连结教会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教会呢 是史无前例连接起来 现在我们很快用这个Zoom 我告诉你在2019年的时候 圣灵感动我 要用这个Zoom的时候 当时我也不明白 我在教启示录的时候 三月二月开始教的时候 不然在美国 那个时候我在马来西亚 不然在美国 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 他听到我在教主 这个启示录 他说我们也想了解启示录 你可以教我们吗 我说怎么教你们 他说用Zoom吗 Zoom我从来没有 我没有用过 我以前有听过好像有人用Zoom 我从来没有用过Zoom 到底怎样用 我也不知道 他就告诉我 很简单的 所以其实从2019年5月开始 我就开始用Zoom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2022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全世界各地都开始进入这个Zoom的 所以早在一年前神就已经感动我 要好好的先用Zoom 所以你会看到连线 现在你看 我现在在这里 在美国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马上听 如果以前要用Live的话 是要花钱的 要花很多钱的 要直播啊等等 广告费啊 这些 所以2020到2022年 三年里面 主耶稣就是怎么样 连线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所以现在呢 开始进入这个启示录 第四第五章 你就会看到第四章 就是第五章 就是世界 史无前一的大复兴 你如果你读的话 你会看到从第九节开始到十四节 你会看到那个敬拜的情景在地上 这个当时的约翰 是在天上领受这个的复兴 你说啊 那个复兴是在天上啊 那主耶稣叫我们做一个祷告 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哪里 天上 所以你在天上看到的 会发生在地上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在 约翰在天上看到的东西 怎么样在地上 把它连结起来 所以我们正在进入 这个第四第五章啊 所以你看第四第五 第四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二十四个长老跟四个佛物 在那里昼月的敬拜 我想你大概没有看到 这个近代以来 没有看到24-7这种突发性的 十六天24-7的这种 这种没有停止的敬拜的 你大概找不到 你的教会如果有三五个小时 敬拜你都觉得很长了 通常是最多是两个小时 哇五个小时 有敬拜的 你说我的教会开始复兴了 你可以想象这个阿斯波里大学 那个爆发的时候 那24小时24-7 如果是人为的话 24-7一天到你又倒在地上 起不来了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有圣灵的工作 那种身体这么疲累 怎么能支撑 就支撑这么多天呢 是不可能的 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会看到 第四第五章 是早在两千年前 这个 这个史都比亚已经领受 这个史无前一的大复兴 所以这是神的应许 既然有神的应许的话 你我们就要问主啊 我们怎么样来 来成就你的 这个复兴的应许 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早在第四第五章呢 会看到这一点 下个礼拜天呢 我会到波士顿 下个礼拜六 我会到这个波士顿去 有这个刚登 当中一位牧者 就是叶大卫 我们在他教会里面 会分享这个复兴的信息 然后星期间早上 我特别在这个波士顿 圣命和领粮堂 在那里 我特别讲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我告诉他们 怎么样对号入座 怎么样 让这个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应验在我们中间 神的话 我会很详细讲 我会花大概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我会用他们的主会学 跟主的讲道 我把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我现在在做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 如果你要给我的话 你要给我两三个小时 我才能讲得清楚的 我这个我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天 我会在波士顿 我会跟他们 我希望他们录起来 到时候看怎么样 如果你们要听 可以跟他们拿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正在应用 我正在成就神的旨意 我现在在做 这是我这几年来 神就陆陆续续把我整个 我现在的灵修生命呢 不是我自己的灵修生命来的 是神自己给我的 他给我的诗歌 他给我的经文 他给我的内容 我每一天都花几个小时 在那里敬拜赞美祷告的 这些都是神给我的 这些的经文 诗歌呢 我就每一天都来应用 来默想来祷告 同时呢 我也在今年六月 我就开始讲 我还有讲那个 以夫所书的 使徒保罗的五个 这个祷告文 那个五个祷告文 就是这个 Sustainable Revival Prayers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复兴呢 他是不能停的 他不会停了的 他知道耶稣再来 很多复兴 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 他就停顿了 他就停下来的 这个亚斯布里大学复兴 他不会停的 他就继续复兴下去 知道耶稣再来的 这个你们要记得这一点 不像以前的复兴 五年十年二十年 他就停下来的 这个复兴不会停的 他会继续滚动 滚动到耶稣再来的 那你就问 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复兴呢 那我们一定要复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 当耶稣开始揭开这个印的时候 陆陆续续你会看到 从这个第六章到第十八章里面 一共有三轮的 很可怕的这些审判 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 你会看到有这个收割 在这个审判之前呢 你会看到有敬拜 那总而言之要讲的就是 耶稣揭开这个七个印的时候 你会看到 在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 会发生 这个世界的人口呢 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会灭亡 会死亡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人口八十亿的话 在这个耶稣七个印揭开之后 世界人口将会剩下六十亿 六十亿 然后呢 从第八章到第九章呢 你再读下去的时候 第八第九到第十四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 接下来呢 大概有另外的三分一的人口会死亡 意思就是说 从六十亿到第二轮 这个催号 一共有七个催号响起的时候 完了之后有二十亿的人会灭亡 所以到了第二轮的审判之后 人口剩下四十亿 然后接下去还有七个今晚的这个审判 在从第十六章 十七十八 你会看到 然后十九章呢 你就看到耶稣从天降临 从天降下来 以地上的教会会合 我们看到耶稣 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正朝向 耶稣再来 但是耶稣再来之前 那三轮的审判 我们要准备好 所以其实这个启示录里面 因为我每一章都很详细讲 我说一节一节讲 我讲了两百五十堂 每一堂大概准四十五分到一个小时的很长 这个在我的这个YouTube里面 如果你有时间你去 去你打料红图启示录 你打料红图启示录 他要在地上做亡一千年 做亡一千年之后呢 撒旦就被完全祭拜之后 地基督假先知也被丢到火湖里面 这是他们的结局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启示录就是末期的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 讲到末期的这个情景 那个是 他是一个介绍 这个才是细节 这个是tact two 所以你把所有的 无论是丹以礼的议员 或者以细节的议员 你都可以放在启示录的某一个地方的 这是我自己在教的过程里面呢 我大概知道丹以礼拿几张 应该放在启示录第几张 所以这是一个导航来的 所以有导航我们就有信心 所以我会透过我的平台 那因为我没有时间讲了这么长远 神给我看到的未来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给我看到神要做什么 所以我会一步一步讲 我说你们不用着急 现在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启示录第四第五章 你不用再紧张第六章先 你先紧张第四第五章 你就看第四第五章 等到我们进入这个第四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才来紧张第六章 我就告诉你第六章应当怎么去准备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 导航就这样嘛 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嘛 从这个A到B到C到D到E这样 你先从A到B 你就从A到B要面对的问题 你去解决 然后再从B到C 你先不要讲CDE这个东西先 你有一个概念 你知道要发生的事 但是这个前面你要面对的 你就要注意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要面对的是第四第五章 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在为亚斯波里大学复兴祷告的过程中间 我在2018年 我就辞掉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工作 我就全时间投入 2019年我就来到这个亚斯波里大学这个地方 我就在那里全时间为神给我的复兴梦祷告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上帝就给我交起事录 我也不明白交起事录跟回复兴祷告有什么 关系 到现在我明白了 我怎么样把这个亚斯波里 所以亚斯波里大学这个复兴是在第四章 这个已经我们讲初步的应愿 他还没有完全的应愿 他就给我们看到24-7 你怎么样把这个 第五章的复兴的祷告 复兴的这个植物权利 第四章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全世界 在过去三十年来 上帝在各地心底琴以炉 琴是什么是敬拜 炉是什么是祷告 那我会在来临的礼拜天 在波士顿这个生命和领娘堂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们琴是什么 唱什么歌你不能乱唱歌的 你不能够唱这个歌说敬拜 你祷告什么 你要你要对准 每一个我会告诉你 神给我看到那要唱什么歌 要导什么内容 神都给我 这都在圣经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去 我都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 就是神的灵 就引导我去明白 然后我去解读 然后我去默想去祷告的时候 原来 原来这些的内容 就是那个 那个金香炉里的内容 原来这些歌 就是那个琴里面的 很多人现在全世界 琴以炉 基本上带动了我们那种敬拜跟祷告 但是祷告跟敬拜 我们不单要对 而且要准 很多人不明白 什么叫对 什么叫准 对 什么祷告都是对的 什么唱的歌都是对的 没有错的 因为你对神唱歌 哪一首歌都可以唱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这个复兴的祷告的话 跟复兴的这个内容的话 你一定要准的 好像laser focus 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会跟你们解释 你们什么叫对 什么叫准 有些对不一定准 那准的一定是对的 所以这些 祷告也是一样 敬拜也是一样 很多人唱歌唱歌 那些歌到底能不能对准 不算是对 而且是对准 这个很重要 这些 我想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 我只是跟你点一下 让你感受到 其实很多东西 启示录 所以我给你已经有一个胃口了 如果你要我去你教会讲启示录 你至少要给我30个小时 我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 你给我两个小时 大概讲不到什么东西的 你可以想象 我已经讲了250堂 你都知道大概我已经可以写了这个启示录的解经书 感谢主 好 回到 这个亚斯波里爆发的复兴 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 他是在第四章 那个 昼夜祷告敬拜的情景 那我 接下来我就简单 把一些 这个亚斯波里爆发的复兴呢 这个复兴简单的 就是上帝将他的爱 透过圣灵浇灌下来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给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 当时 其实在那一天的讲道里面 那个讲员使用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 他说 爱人不可虚假 就是很多 我们的爱 很多背后有目的 有这个 我们叫hidden agenda 没有那一种真正是 是我无私的爱 所以当时的讲员说 我们需要 有领受 从神来这个爱 我们才能够真正爱人 我们爱才不会虚假的 所以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呢 就是二月八号 从十点到十一点的 这个大学的崇拜后呢 十一点呢 十九个学生留下来的时候 圣灵就厚厚的浇灌 上帝的爱在他们中间 其实 耶和一书里面 四章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 爱 完全就把惧怕 除去 你可以知道 爱 当你领受上帝 于一百百分之的爱的时候 你就零的惧怕 如果你只领受上帝的爱 只有82%的话 你有20%的惧怕 如果你领受神的爱有50%的话 你有50%的惧怕 所以你会很容易衡量的 到底领受神的爱有多少 如果你还是一直有惧怕的话 因为惧怕不是从人来的 这个不是从神给的 神的爱教官就没有惧怕 所以你看没有惧怕 为什么亚斯波里大学 这些大学生这么勇敢的出来做见证 把他们的丑事曝光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惧怕了 为什么你不敢讲你的丑事 就像当天我在现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星期五 第三天的复兴的聚会里面 有一个大学生就站起来 在他们中间 突然间就大声的承认说 我被这个社情网络捆绑了 十一年 我对不起耶稣 也对不起人 他当场的 在众人在全世界的认罪 我受网络色情捆绑了十一年 你可以想象 那个大学生可能二十出岁 他从少年就被网络色情网络捆绑 他站起来 请问现在在我们中间的 有哪一个男哪一个女 有被色情网络捆绑的 你也站起来 我们要祷告 哇 你可以想象 站起来 你站起来就谁都看到你 当场也没有人站起来 有 蛮多人站起来 我看过去 男的比较多 女的也有 不多 但是男的是比较多的 站起来 大家围着这些 有被色情网络的 这些的 捆绑的这些人 一起来 同心来祷告 为什么他已经没有 没有害怕 因为他 他被神的爱充满之后 他的惧怕已经没有了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就勇敢讲出来 所以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 所以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的爱比生命更好 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好呢 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好 对吗 我们的生命是最好的 对吗 你如果有什么病 你就用尽你的一生的除夕 都要医治你的病 因为命对你来讲 生命对你来讲 是最重要 对不对 但是圣经说 神的爱比生命更好 当你经历神的爱 比生命更好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人 很多可以为主殉道呢 因为他已经经历神的爱了 他已经不再看自己的生命 所以你有这种生命 你就知道 你已经领受了神 那一百巴仙的爱了 因为你已经不再惧怕了 你灵里面 已经不再害怕死亡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主的爱比生命更好 所以这个诗人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句话呢 我2015年我才真正明白 我很多年 我们做牧师多了很多年 教神学也教了很多年 每一次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到底怎么明白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每一个字都听得懂 但是你生命经历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原来神的爱是比生命更好 所以你要什么 你不是要生命 你要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比生命更高 所以明白 所以为什么经历神的爱的时候 他们会做宣教师 他们会把他们的生命摆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爱 所以这个是亚斯波里大学 这个场景有人把它拍下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中间这个大礼堂 Hughes Auditorium 这个晚间的时候 他们把它拍下来 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在外面有几千人在那里敬拜 我这里说亚斯波里爆发世界级的复兴 这个复兴呢 要预备耶稣再来 所以耶稣再来不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来的 我跟主耶稣讲 我要活着见你来 如果主耶稣给我这样的恩典 我们不是交给下一代完成大使命 我说在我这个时代 我要完成大使命 我要看到耶稣 你从天降临 你既然把启示都给我解读 看到这个导航 我现在在第四第五章 朝向第四 你在十九章要降临 我就朝这个方向走 就给我们清楚看到那个导航 所以你有导航 你很稳重的 你不用怕的 因为你知道时间到 你会到下一站的 因为你导航一定对准的 所以我走这一条永生道 我走这一个神给我的路 我很清楚知道 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 我每天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感谢主 这个亚斯布里爆发的复兴 是影响全美国 这个是整个美国的属灵 因为你在美国住久了 你就知道美国是一个 好像一个Titanic在成轮下去的 突然间 你会看到他们突然间 十六天的那一种的生命的经历 他们亲自目睹 那些人来 很多人来不是来看一两天的 都是来三四天四五天的 在那你待来这么长的时候 你整个气氛 你会看到就上帝是这么的真实 那个从经历的角度 因为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整个 如果你看台上 只有三四个这些大学生 拿着吉他 那个那个小板的木板 这样那鼓 然后钢琴发了普通的东西 然后唱歌 那种唱歌被圣灵恩高的时候 每一首歌都很甜美的 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很 回到那种很原始的一种敬拜 这样 这个Scream 没有那个字的 我们没有看字敬拜的 没有那个 没有他们唱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唱的 这样24小时这样唱的 就是那种歌 他没有给你歌词的 你就大家都会唱起来 你从不会唱的到之后就会唱的 因为歌一直不断重复的 感谢主 所以你会看到 你在这里很多人来 来是直接各地 来不同的州 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感受到那一个 这个圣灵的工作 就无能可以解释的 这张图呢 是亚斯波里大学学生做的 他就把在南美洲 在加拿大 美国各地 然后欧洲 非洲 亚洲 中东 全世界各地 这些有到过 这个亚斯波里的地方 几十个国家吧 所以我说他一开始 从一爆发的时候 就已经世界极了的 就全世界已经 都已经受 就好像起始络 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 第二章这样 一爆发的时候 那个圣灵的州 有十几个 不同地区 来到耶路撒冷 守这个五旬节 对不对 所以那些 他的代表性 再加上呢 如果你看亚斯波里大学 本身大概有 可能有二三十个 国际学生 不同国家的 那个亚斯波里神学院 有五十个 世界各地来 五十个国家 所以我们当然在那边 有可能有七八十个国家 不同的地方 在那边了的 我单单学生 跟神学院的 这个学生的 都已经来自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再加上这个 爆发复兴的时候 还来自几十个 世界各地的地方 所以从一开始 他的本质 就是世界性的复兴来的 所以如果 你他不是一个 logo 不是一个小型 你可以不知道 他是一个世界级的 他上帝说 每一个国家都要知道 每一间国家都要知道 每一个教会都要知道 如果你现在才知道 过了六个月还不迟 那如果你六个月前就知道 那更好 很多人 我已经在网络里面 一直大声祭福 我每到一个地方 我说你今天来 我要为你感谢神 因为你今天来 你正在听一个 上帝要你听的 这个不是一般的讲道 来听 可能大家 这个没有 可能关系 你们不关系别人 亚斯波里大学 我再讲一次 是关系 全世界 每一个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你就有关系 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到现在 还在湖里无头的话 我不知道怎样唤醒你 亚斯波里大学的复兴 是跟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关系的 我希望大家都听得清楚 这句话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讲这句话是很老实的 是神要我讲出来的 是神要我告诉 全世界基督徒 准备好 如果你不要自己复兴的话 因为刚才我给你看 这个导航的话 你看我给你这个导航的话 如果你没有复兴的话 你怎样面对第六章呢 为什么耶稣迟迟不揭开这个因呢 因为教会要先复兴 所以你没有复兴的话 你是不能面对 你一定要复兴 才能够面对 你要有复兴的生命 才能够面对第六章到第十八章 因为未来的征战是非常激烈的 如果你不是精兵的话 那如果你是炮灰的话 我相信上帝 上帝不会派你去打仗 你还没有打你就死掉了 所以很多我相信 如果没有你复兴的话 可能上帝用一个方式叫你安息主牌 我把你借走了 一个方式把你借走 因为你不能打仗 不能进入这个属灵征战的话 他不想你做炮灰嘛 对吗 他希望你是做精兵嘛 所以你会看到 你看到第六章一开始 前面已经有艰难了 上帝说艰难之前 你先复兴 当你复兴之后 你看艰难就不会艰难 你没有复兴 艰难对你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复兴的时候呢 艰难就好像小一个 没有什么 一个复兴 一个经历复兴的人呢 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 他没有感觉什么的 他觉得正常的东西 不要大惊小怪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 我对我对什么事情紧张 我不会紧张 我没有去紧张的 我就忍着 发生这个事 祷告就好 你紧张又怎么样 紧张 你紧张 紧张到来 也不能 也不能帮助这个事情成就嘛 对不对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我一直代替你 你没有复兴的话 you are in the game or you are out of the game 在最后final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结赛的时候 是最好的奖言 才能够下场的 那一些中等的奖言 是做凳子的 是不能下场的 你要最好的 所以上帝就是给我们 在这个时刻要装备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 我跟师母这么牢固 这六个月来 我们已经跑了几十个城市 跑了几个国家 很累啊 身体很累啊 精神也很累 要从不同地方去 这个我们不是去旅行 我根本没有时间看 任何什么风景啊 到那地方做完工就走了 所以感谢主 这个世界级的复兴爆发之后 我们就到世界各级去大声祭呼啊 所以大学之后 在2月23号完了之后呢 那其实啊 在啊啊啊就是啊 今年之前的去应该是去年 他们已经决定 在2023年2月23号 在亚斯波里大学 进行200年大学 这个日 Collegiate Day of Prayer 就祷告日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的 而且请了两个讲员 就是Rick Curry Rick Warren牧师 跟这个Francis Chan牧师 都很重要的讲员 他们两位 特地要邀请他们来 鼓励大学生 他们连线全世界 全美国的这个大学 一共有4196间大学 当天就连线直播 那我也在现场 没有来 他就带他们各自的大学 但有一些 可能从有部分的大学生 有过来吧 但是主要是这些连线到 全美国各大学去 就是他们有直播 所以那一天完了之后呢 就结束 那个是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要 他们讲说 16天你们 他们来come and see 现在go and tell 他不能无耻 这个大学吧 他们在大学 需要这个运作的嘛 这个不是教会 天天可以开放给你 这个大学是 是在做大学的东西的 他不能 你可以想象 最后一个礼拜 那个人口已经爆满到呢 整个整个那个城市被封锁 警察封锁整个城市 你们不能再进来了 已经大塞车在里面 几千辆车进来 怎么样 那个地方太小 已经塞车塞了好几公里出去 你要带现场你才知道 所以这个感谢主 这么巧 在2月23号 就是他们的大学日 他们就在这个时间点就结束 感谢主 就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呢 陆陆续续你要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你可以上这个网上 亚斯波里的网站 就sv.edu slash奥波里 里面很多有关 这次复兴的照片 文章 内容 等等 一大堆在里面 你可以进去 他们也有这个 美国一共有四千多的大学 大概有六千个单位 就是 任领 这些大学 每一个大学都被任领 他们为他们祷告 当中我看到的 最多为亚斯波里祷告的 大概有五十多个单位 有些单位有两个三个 五个十个 最多最多 我那个时候去查看的时候 是亚斯波里大学 五十多个单位为他们祷告 所以每一个大学都被祷告 就在那十六天里面 我听他们说 这些有几个 这里报道说超过二十个大学 我的好朋友是这个大学的教授 他跟我讲 大概有三到四十个大学 就在那十六天里面 也受这个复兴的影响 就在他们的大学里面 也爆发复兴 那当然不是爆发十六天 有些是爆发两三天 一两天 然后同样的很多认罪悔改 敬拜等等 这些大学名字 我就不一列列出来 这些 然后呢 今年呢 今年八月中的时候 他们是开学礼 这是我从报纸 他们网络里面 看到的 就是这个大学 这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面 今年呢 收生是最多的 爆发复兴之后很多 其实这个影响 因为在美国很多 Christian College跟University 那很多已经变职了 已经是变成一个普通大学 但是亚斯波里大学是 还是保有这个基督教的特色 不多 现在美国 这种大学不多 所以现在这样的复兴也带动了 美国这个大学 这个基督教大学 他们开始更加回到 这个保守的价值观 然后现在呢 我看一些报道呢 很多这些父母的都很想 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基督教大学 因为现在在美国 很多这种Libro大学 已经变职了 很多这种左派的大学 那他们呢 爆发之后呢 他们就组成叫做 Outpouring Teams 包括学生 包括老师 他们过去这半年里面呢 被拆遣出去 我知道在美国各地 他们特别在Summer的时候 刚从5月到8月的时候 这几个月他们就会 因为很多就要邀请这些 学生呢 这些他们的Staff 他们分队到美国各地区 有一些也派到到外国去 我知道的去加拿大 我刚好碰到 我就有去的时候 我其中一个 他们就配派到加拿大去 这是我跟师母 在6月的时候 也被圣灵大大感动 我们特别去加拿大 去这一个 我们就是要为这个加拿大的 复兴来祷告 我们到那个靠近多伦多的一个地方 叫Hamilton 那个时候6月20多号 那么7月1号 有一个叫做God Heal the Land 就是在7月1号加拿大 国庆祭的时候 所以就在那里 我们圣灵就感动 我们就从纽约 我们就去了几天 我们就来到这个教会 这个叫国际 International Worship Center 这个西班牙教会 我们被邀请去这个教会 在那里有一天的崇拜 从7点半开始到晚上 大概12点 很多人都不想走 就圣灵大大感动 在我们中间 机会这么整 五六个小时 你会看到12点的时候 很多人停了之后 大家都不想走 来到那里谈天 这么巧 加拿大 我们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几天前 他们就 这个亚斯波里大学 就有一些人 就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在那个礼拜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 就是不谋而悦就去了 很巧妙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久之后 教会的牧师 发信息 天天晚上都有聚会 联系几个礼拜 他说我们在这里 已经爆发复兴了 好 我看到他一直发那个聚会 还有好多 这个大学 最近才 就像好几间大学 突然间大学里面 有几百个人 突然间圣灵感动 他们要洗礼 这个是 这个是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来的 这是好像史无前例 这种 突然间爆发的 在几个大学里面 包括最近在 Texas的 在那个 Oban University Alabama 这个最近 这三个月的新闻来的 还有很多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想要停在这里 这些 就是大学 然后包括中学 也有 最近才上两个礼拜 在 在Okohoma 我的一个朋友 在那里 他报答 在一个小的地方 就爆发复兴 那个是教会 很多少年人洗礼 半间 一月之间 他们就看到 圣灵工作 少年人信主 青年人信主 这在美国 过去这二三千年 是一个头条新闻来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过去 这二三十年 美国青少年的 几乎都没有 没有多少人 想去教会的 美国就 这一代 就是流失了的 突然间在大学 青年人 少年人 突然间这样信主 这个是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很多 这个我 我都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讲 这个是讲到 在Kindaki州 我们在这里 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他们报道 小地方 有几十个人 接受水礼 等等 这些 我想我就不 那另外一个 我快该讲的就是 那个大学 爆发复兴之后 结束2月23号 你知道吗 在2月24号 有一个movie 叫 Jesus Revolution 就是在70年代 72年 也是爆发前美国 这个信主的浪潮 那个亚斯波里大学 在1970年爆发之后 过了差不多两年 就爆发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复兴 在美国各地 所以这个复兴 这一次的亚斯波里大学 步行之后呢 这部剧是movie 上瘾 上瘾之后呢 他的票房 我跟师母 孩子我们都有去看 他就把 这70年代 这个复兴 拍成这个电影 这么巧 这部电影 搞了7年 本来他们在疫情之前 要播放的 后来疫情来的时候 他们就停止 这么巧 他们又安排好的 这个大学 停止 这个聚会之后呢 第二天就上瘾 这个也是票 也是票房的 好几千万的 GYouTube 可能非GYouTube 都有去看 我们眼看 深受感动 所以这个 Jesus Revolution 如果你没有看 你可以去买来看 现在应该有video的 然后爆发 同一个地方 这个70年代 这个叫Pyrus Corn 加州 这个海边 5月28号 这个五旬节 有4100人洗礼 然后7月29号 有4500人洗礼 4100人是已经破纪录了 是美国历史以来 没有发生过的 这一波 他很快 这一次不用等两年 Jesus Revolution 这个如果你去看70年代 亚斯波里爆发复兴 跟72年 这个有关系的 现在的亚斯波里大学 2023年 2月爆发 现在这里5月就开始爆发了 3个月后 不用等两年 所以其实这一波的浪潮 在美国各地 现在 这种具体的洗礼 是你很难去想象的 就是海边 他们就排队在那等候 一个一个 要洗礼 这个场面 非常的壮观 所以感谢主 这是美国 我今天报道的只是比较笼统的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 我就 我看有机会 我可能 可能多几次再 再多报 还有美国更多 再多报道一次 然后接下去 我想您 这一次下个拜五 我要报告马来西亚 我跟师母 在爆发复兴之后 大概有三个月 我在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 我们第一次回去马来西亚 在三月到五月 有六个礼拜 然后最近我们 大概八月到九月 有六个礼拜 那我会把马来西亚的情况 告诉你 马来西亚正在经历复兴 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那我下一次 我会详细跟大家讲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的 我想你们不在马来西亚的 你可以看 了解在世界 我一个一个讲 之后我会可能会讲台湾 讲香港 或者讲 这个 这个日本韩国 我们也有去 还有泰国 之后呢 我们也 如果要讲加拿大 我不晓得有时间去 可能明年会去加拿大 还有要去欧洲 还要去印度 明年欧洲 印度 这些国家 有几个国家 神已经指示我要去的 还有其他非洲 南美洲 欧洲 各地 所以我会陆陆续续报告 然后把这些的复兴 那神就透过这 他给我的感动 快呢 我们也看到这三年里面 快 如果大家合作 愿意去一起去努力 三年里面你会看到 世界各地已经爆发复兴 慢的话 我最预测五年了 三到五年内 所以从2023年到2027 和2028 你就会看到 所以你听到复兴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很普通的名词 复兴啊 就好像现在 中COVID 好像没有事情了的 你中COVID 明保的意思 所以 那个教育复兴 加拿大复兴 印度复兴 这个德国复兴 这个非洲复兴 伊朗复兴 你不用惊讶 变成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感谢主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我做个祷告 我可能给大家 可能有几分钟 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会迟一点开始 但是我可以 可能相信你听了之后 可能有两三个问题要问 我们做一个祭祿祷告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主啊 感谢你 你的工作是何其的大 然后诉说也诉说的不完 愿你的灵 愿圣灵在我们听众 在我们听的人身上 主啊 我们个人教会 世界各地都要经历复兴 因为不久后 我们要进入这个史无前例 这种的灾难 世界大战 瘟疫即将也要来临 比COVID更大几倍的瘟疫 要来临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看到我们个人 家庭教会复兴 我们才能够面对 眼前艰难的日子 愿主带领 我们相信 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 各地教会 赫而为一连线 在最后的末期 按照启示录的导航 我们有信心 奔走前面 以我们预备的道路 感谢主 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Aleluia